看一下 现在我们这个是 这个是 你勾到不加不减的地方了 我们这一针跟这一针是对应的 然后我们绕线 到下一针了 下一针的洞呢 是 这一个洞 是 这两根线 我就是怕说多了 怕你给你说糊涂了 这一根线和后面这根线 两根线 底下的这个洞 然后就是跟 下面这个长针是对应的 我们下一针入针 就是在这个地方勾 然后我们绕线 在这个地方入针 勾出来 一个 一个长针 好看一下 这个洞 这个长针 上面的长针和下面的长针是对的 这个左边这个上面的 和下面的是对的 然后再绕线 在下一针里我们就是 小这两根线 下面的 这个洞 左边啊 因为这个线 我拿着这个线太粗了 它总是容易分骨 好 这边也是对应的 然后再绕线 再左边一针 挑的两根线 好 然后再绕线 再左边一针 还是 还是挑的两根线下面的位置 看一下 上面一盒的一针盒 这个是对应的 这一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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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组也是对应的 然后绕线 下一组 我们钩的时候 都是对应着的 这样看 钩整齐了 看着就不容易出错 然后绕线 我们刚刚勾 勾 这边是八针 然后到这边 肯定也是八针 然后我们勾 这里 看数一下 这里数这个 单独的长针 这个 这几条扣的这里 在中间 这七针不算 然后这个 单独的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 八个长针 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 我们到这 这个绿色记号扣 是 这个标记 是第一针 现在转过来了 转够一圈了 它就是最后一针 然后我们绕线 在这个洞里面 给它勾出来 三个长针 绕线 在同一个洞里 勾出来 三个长针 好 再绕线 在同一个洞里 勾出来 好 三个长针 勾好了 看一下 现在三个长针 勾好了 我们怕错的话 在这个就是比较容易 看出来了 我们左边这里勾了三针 然后是在这个洞里 然后右边也勾了三针 我们可以在这个 右边的这个第一针上面 这个这里 给它扣上记号扣 因为左右两边是要一样的 现在我们转过来 就是左边在这个洞里勾三针 右边在这个洞里勾三针 然后这里就可以 这里就够了 然后我们取下这个蓝色的记号扣 在这个位置 第一针长针上面的地方 给它勾引拔针 引拔针就是 看一下 引拔针 就是不绕线 然后穿针进去 然后带线出来 然后再带线出来合并 这个地方稍微给它拉紧一点 稍微拉紧一点 它就不会歪掉了 看一下 这个就是第一圈 就是比较平等的 第一圈现在就完成了